字幕字幕 李宗盛 說完一本書 播放好 鼠王 剛剛打出鼠王 聽一下名字 或者很多人會認為 是某一種巨大的可怕老鼠 不過事實上 所謂的一種生物 其實應該是某種 難以解釋 詭異生物現象比較貼切 鼠王這個名詞 只是一群老鼠 因為尾 因為血 泥 或者冰 等打結而持在一起的鼠群 關於鼠王的最早紀錄 出現在一五六四寮 出現 由於老鼠經常有污 又臭又臭 而且經常會帶來瘟疫等疾病 當然沒有人會認為 看到這些不可思議的鼠群現象是好事 鼠王的出現 因此被視為一種恐怖的災難 或者 一些惡兆來臨的徵兆 在歷史上 曾經發生過五十到六十件 比較重大驚人的鼠王現象 每次持在一起的鼠群大小都不同 而且不知為何 德國的老鼠最喜歡黏一堆 因為正在德國 就曾經發現過至少四五十次的鼠王現象 其中以一百二百年發生的 德國巴克海武一串磨坊的鼠王現象 最為巨大壯觀 一共有三十二隻老鼠九層在一起 現在他們已經變成木乃伊 並存在艾登堡博物館裡 繼續相依相惠 供遊客欣賞 講一下吧 很短 此外在漢堡 漢物林 司徒加德等德國重要觀光城市的博物館裡 都有見到以酒精保存的鼠王 在1930年 紐西蘭亦都曾經發生過這些恐怖的鼠王現象 一共有多達五十隻老鼠前在一起 雖然數量龐大 不過由於他們都是一些年舊的小黑鼠 體積上就比德國的信息一些 到2005年科學家發現鼠王的形成 和老鼠的種類有所關聯 因為在歐洲鼠王被目擊的時間 集中在16到18世紀之間 不過在18世紀後 原本四處還行的黑鼠地位 漸漸被一些Fat Kids 鼠所取代 鼠王的現發生頻率就開始下降 直到現在 現在只有零星的目擊紀錄 有時候也會發生一些特殊種類的鼠王現象 例如在1929年 有人在德國目擊到一隻大大的 以外形很脆致的小林基鼠所形成的鼠王 甚至也有人目擊過有蟲鼠 好像鼠王一樣 持在一起 而產生的蟲鼠王 有很多 不是很多 在這裏 很少的 每天都說了 明天的那個是什麼 什麼 休巴卡布拉 什麼 什麼 吸血魔怪 休巴卡布拉 有很多 可能有其他名字 可能有台灣書 要找英文再去Google回香港 是怎樣 好 晚一點再玩 晚一點兩點多 晚一點繼續玩DVD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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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